再来看到花莲县议员金淑敏则针对花莲南区在去年918地震 以及今年几次的台风清洗后 桥梁变道还有农地流失 以及山区道路土石流灾害修复 还有移植保存等问题 向县府建设处、农业处、园民处还有文化局进行双向沟通讨论 期盼经过中央核定的灾后复建工程能够尽早启动 去年0918大地震重创花莲南区 包含玉里赤柯山、富里六十十山产业道路崩塌 高辽玉桥、轮天、卓附等桥梁断裂倒塌、错位等 还有铁路道路以及建筑受损 加上今年花莲又招逢台风欣喜 再次让南区大桥变道受损 先元金淑米、旧农未除、杏窗南域 向县府建设处、农业处等质询成情 了解在后附件进度 我们这边的经费能够快速的启动 让我们所有的大南区的乡民能够过得安逸 因为我们今年是一个动荡不安、不安逸的日子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次桥梁 还有我们的水质 能够快速的启动我们的所有的经费 能够透过我们议演这里 尤其是我753县这里 是我们左翼乡、副里乡一个重要的交通命脉 所有的农贩、鸡贩、菜农都要经过这753县 都要到池上、到台东 都要去那边一大早四点多都要去那边卖菜、卖鸡 所以我希望这个753县能够快速的 赶快能够拿到经费 赶快去整修 然后让我们的农民能够过得好一点 生计就没有问题 在日记时代的时候 他们都是一个大迁徙 让我们两个族群 有一个都达 有一个所谓的都达就是赛德克族 现在的十四族 还有我们泰勒格族 他们都系在一起 可是语言、文化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赛德克族 跟我们泰勒格族 希望能够分村 因为山里部落是杜达族、赛德克族 那我们古村部落是我们泰勒格族 那希望说能够分村 因为一些经费的问题 常常都会在吵架 哪一个地方拿的经费比较多 这边的经费拿的少 所以常常都会族群不一样 都很容易得到冲突 所以他们透过这次本席质询 能够讲一下说能不能分村 可行性如何 所以我们要请我们县政府来琢磨 县原金淑敏前郊建设处 针对着附公路花旗 县原有道路设施 道路标示不良 道路友善提升改善工程 了解执行进度 顾及湘民及行路人安全 也感谢县府在灾害路段 指示县警局装设监视器 监看该路段安全 期盼经过中央核定的灾害复建工程 灾害修复等能尽早启动 也加快完工 让人去乡亲不要再受不便之苦 记者长方燕华女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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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